第一产开辟平安 国运昌隆 第二产神威显赫 繁荣地方 动土仪式开始 台北市长邝文哲与建设业者连续三产 保佑开辟平安与圆满顺利 松山明城东公办都更案以招商刑事办理 分为AB两基地 吸引民间投资金额近32.9亿元 目前A基地规划将新建地下四层 地上十五层只办公大楼 十五楼会有一个公益回馈空间 回馈年限为十年 B基地规划将新建地下一层 地上十层住宅大楼 预计114年完工 那这也是台北市住宿中心整理后 公办出身开工的第一个案子 那预计今年还有五六个案子 会兴建或是完工 那么我们这个松山明城东公办都更 这种招商的方式 但也分为AB两个基地 这个民间的投资金额大概要到32.9亿元 目前A基地会地下四层地上四层 那十五楼会有一个公益的回馈空间 那另外B基地有地下一层地上十层 预计在114年会完工 那我们要谢谢贯德建设公司 因为我们过去合作相当多 包括大直北岸在今年十月前取得使照 还有一个很大的案子是科大对岸案 预计在明年间取得使照 那么谢谢贯德建设跟马总市长的支持 让我们这个公开租增可以做到最大的成效 你知道 那也让我们的租增中心 租增中心有一个 有一个好的一个 建立一个好的这种工资协力的模特 这个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拨控来参加 我们台北市租增中心松山区敦话段的开工典礼 首先还是要非常肯定台北市政府 在过去几年积极的推动公办公 跟陈鲁市长说的 除了建立良好的一个公司协力的一个模式 非常的透明非常如期 这样的一个精进也让台北市持续进化 迈向亚洲的一级城市 所以身为一个台北市民 我非常感谢柯市长以及市府各位长官 谢谢大家召手 我们谢谢柯市长 我想诸都中心当初这块土地的定位 是要有连结凝聚零礼的情感 还有一个新的城区的风貌来去做思考 这样的一个方向也符合贯德企业集团 我们一直在思考 不仅只是打造一个优质的环境 而是从永续乘船去带给我们下一代 什么可以给整个城区有什么改变 因此我们在签约之后 就从绿美化基地改变都市的景观 我们联手的与日本 无印良品空间改造计划 改造了贯德363来共享空间 办理社区维型图书馆 举办再生市集 在未来兴建过后 我们除了保留一个广大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老树广场之外 我们更会回馈高楼层的公益空间 最重要是我们全栋也会采用 节能减碳的一些设备 来符合下一个世代的一个永续生活环境 最后在此还是谢谢大家今天的初期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三年后的完工的新风貌 客观者也欺勉台北市驻都中心 要继续站在第一线 为公司协力境地 不断地精进提升效率 继续努力做下去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导 小资格 感谢您的愿无法